王子前信在九岁的那天受奉为太子 也就是说 秃脱王国的将来就要归前信统治了 在秃脱国被选为太子 未必是国王的长子 而是国王认为 天资最聪明 性情最温和 身体最健康的那个 今天 王后把孩子交给了国家 从今以后 小太子的生死将与生母无关 参拜诸神之后 小太子将一位老法师带出宫去 云游六年 老法师当着国王 面对着宫廷内外及全国子民 在各路神明建政之下 受王子第一课 今天 我教你做太子的第一课是 分辨善恶 六年以后 我要教你做太子的最后一课 也还是分辨善恶 小太子恭敬地接受了老法师的教诲 接过宝剑 自此 他就重视成为脱脱王国的太子 老法师和小太子前信上路了 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都将属于他的王国 他见过的每一个人 都是他未来的子民 他经历的每一天 都会成为他的收获 他们一味地走着 在阳光下 在风雨中 白天 小王子隐姓埋名 伴坐松吕 随法师游历 夜晚到寺庙 或是山林里打坐 谈论白天所见所闻 或是老法师讲道 小王子恭听 在他们云游的路程里 也常常遇到别的法师带了小松吕 跨着剑背着行囊走路 他们只核实 扶手打个问讯 也不交谈 共不结伴 因为六年的时间虽不算短 可要学习的科目 记忆 经典 实在太多 每天一早 一晚 都要收课 没有功夫与陌生的交朋友 更怕被人认出 这小王子是云游的太子 到了小王子12岁的时候 他的剑法更高了 这是老法师心上有的隐忧 小王子的学问越进步 所发的议论就越深奥 剑法越优美 老法师的忧心就越沉重 一天 师徒二人在一个村镇里花园 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喝骂 打闹和哭泣 太子前行平静的脸上 有了悲哀的愁容 就站住了 不再走 老法师看见 太子前行的手 紧紧地握在剑柄上 直到时机一到 就喝了一小太子随他快走 两人来到僻静的地方 老法师说道 太子 现在我要为你开杀戒了 刚才那个富家的恶人 确实可恨 但尚不该一见之死 我为你开了杀戒之后 你一定要在善恶不能两寸时 才可以动杀机 如果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刻 一旦到来 你就要马上判断 马上出见 记住 这相杀的事与席恋不同 你只有一击的机会 一击不中你自己就要被击 就要丧生 丧生固然悲哀 仍然只是一生一死的事 如果判断错误 杀了善 纵了恶 这悔恨是千古的事 几生几世都不能平歇 现在我就要试试你的剑法 试着回想今天看见的不平 你是一个旁观者 如果你看见不拔剑干涉 那两个人就会被活活踢死 如果恶人不听你谅言劝阻 反而要加害于你 你一定要一击击中 好 我一说 是善 是恶 你就要马上试出你的剑法 看好了 老法师说 现在这里哪个是善 哪个是恶 小太子马上拔出剑桥 还来不及轮一圈 地上掀起了一阵小风 他从诧异之间 就在他眼前重演了村寺的那一幕 小太子五剑边看 那恶人不及还手 就被小太子一剑劈成两盘 小太子的手还在抖不停呢 树林里已经恢复逆境 什么小孩 什么老人 什么善 什么恶 都不见了 只见地上两根树枝中的一根 被他从重中劈成两半 太子终于从一个小孩 长成大人了 可是太子无心为自己的举动高兴 他只庆幸 被历界劈成两半的是树枝 而不是一个活人 他默默地祈求上天 多赐他智慧 与他经验 以免注重错误 从这时起 他们师徒二人云游的时候 就常常有太子 为各地出邪恶 就善良的事 这位年纪还不到15岁的少年 做事认真 学识丰富 又慈悲为怀 又聪明果断 不久 他的事迹 英明 就传遍了 托托王国的每一个角落 可是无人知道 这英勇的小僧侣 就是他们的太子 太子不轻易用他的宝剑 见光去处 从来不冤杀一个人 也从不放过一个有罪恶的 不久 他们所访问的地方 就都没有罪恶了 又有一天 老法师带着太子要过一条大河 河身太宽 没有桥梁 只一条渡船 他们就因了渡船老船夫的招呼 上了他的船 在船上 他们询问河那边的风光 打探前面的路 忽然老船夫放下了奖 小看说 河这边已经没有阴性的事业好做了 又要过河去分灭善恶 仗剑杀人吗 太子听了 心上猛然觉得刺痛 他虽然摸不清老船夫的来历 可是觉得他自己的这些年 随着老师有利以来 所苦苦学习的一切 都不能应付面前这位老船夫的绩效 他正不知如何回答时 老船夫又说 因为你 人间已经没有罪恶了 过了河 那边就是阴间了 阴间的事与人间完全相反 阴间的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善就是恶 恶就是善 你还能分辨善恶吗 太子听了也不能懂 也不甚相信 他回头去看他的老师 却发现老师早已不知去向 太子有一点惊慌 再回过头看老船夫 老船夫好像疯狂了一样 用脚乱滑了一阵 船在大河中央打了好几个旋转 王子就迷了方向 老船夫一面滑 一面大笑 问太子说 你们要到河哪一边去 你看这两岸都是一样的荒野 有什么不同 太子赶紧向两岸看 居然真是一样的荒凉 老船夫还在笑着 不懂太子判定他是善是恶 是指点迷惊的神仙 还是引游汐汐人的魔鬼事 就一下子钻进水中 眩晕当中 太子只能自己掌握行船的方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舵船顺水漂回了脱脱国境内 两岸是家乡风光 来往的人也都说的是家乡方言 老法师在岸边 悠然地问道 太子回来了 岁月与这师徒二人 并肩而行 六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当太子远远望见 宫殿高台上翘望的父母 欢迎的人群 不觉潸然了一下 太子的生辰时刻到了 宫里鸣放了脸珠的 一生熟大炮 打在半空中 一下子空气的充满了烟 人们的鼻子里 充满了消失燃烧的气息 就在这热闹声中 王子随着老法师 一步一步走上台阶 到了高台上 突突过王子前信 受封为太子后 伊礼仪规定游礼六年 现在已经平安回到都城 他分辨善恶的剑法 已经没有敌手 他将为国家的兴盛 鞠躬尽瘁 这时 高台下所有的人 都跟我热烈的鼓掌 欢呼起来了 突然 老法师高声喝道 太子 现在我受你分辨善恶的 最后一刻 拔剑 太子 老法师力声大喝 你看我是善 还是饿 太子大吃一惊 台上台下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太子拔定了剑 这时 老法师的身体左右一晃 忽然分出两个人 一样高矮 一样胖瘦 一样年纪 一样松口 穿了一样的发衣 脸上长着一样的胡须 你看我是善 还是恶 我是善 还是恶 两位老法师 齐声喊 他们一边喊一边跳动 太子左看右看 努力要找出一个差别来 他仔细地打量 他知道这两位法师 一定是一善一恶 可是就是怎么看 两位都是完全一样 你看我是善 还是恶 我是善还是恶 老法师的叫嚷 声音更大了 跳得跑得更快 也更急躁了 太子心上 记得老师 为他开杀戒时说的话 你只有一击的机会 一击不中 自己叫被击 叫丧生 丧生固然可爱 可仍然只是一生一死的事 如果判断错误 杀了善 纵了恶 这悔恨是千古的事 几生几世都不能平线 太子的回忆还在脑中起伏 两位跳动的老法师 忽然跳到一起 又变成一个人 他一步窜过来 猛的一批自太子手中夺取宝剑 然后直上直下 比了一比 太子夺也夺不及 就被一下子劈成两半 整个台上台下 全体庆祝典礼的人中 只有老法师自己知道 这位才华盖世的太子 终究是不宜做国王的 老法师教了他六年 最后不得不承认 教育失败 就在这时 太子被劈成两半的身体 忽而合为一体 自弹上慢慢升起 到了半空 合成一个打坐说法的姿势 大家抱紧他 双手合十向四方膜拜 然后又附身拜谢老师 隐隐的自空中 传下他叹息又感激的声音 老法师放下宝剑 自己也跪下 向飞升了弟子祈祷 所有看见这奇迹的人 自太子的父母 到台下的人民也都跪下来随着祈祷 崇陋佛的太子就慢慢升高 一直升到看不见了 善哉人子 善哉人子 老法师像是歌颂着说 大家听见了 也都同声这样颂着 善哉人子 善哉人子 尾巴 这部影片改编自陆桥的小说 人子和湖南城对人子的一段评语 我觉得原片对湖南城评语的 使用稍显突兀 所以给单独摘出来说 湖南城的评语是这样说的 善恶的判断究竟是怎样的呢 最高的人果然不宜做国王吗 此在儒家 回答很简明 善恶判断无误是当然 判断有误是不当然 天子成为圣天子 当然是最高的人格者 然在黄老 则以为善恶是可变而不可变 有点与婆罗门或佛教的相似 但是黄老以为天道有事不做分别 善人恶人都傻的 但是陆桥不能承认这个 去年在日本同游京都错误演示 陆桥说起我的今生今世里 有一处说出一个沙字 他道 这我是怎么也说不出口的 但我想的老法师若不是婆罗门而是黄老 最后的那一刻 他会要太子一箭批下去 如果批的无误是天性 而如果错批了善 那也是天意 而只要有着天意的自觉 那就是活人间 高过亚历山大大帝他们终战的间了 到此我就疑惑了 火兰崇在评论里说 黄老以为天道有事不做分别 善人恶人都该杀 那我就要问了 既然不做分别 何来善恶 后来善恶还说 如果老法师是黄老 最后那一刻 他会叫太子一箭批下去 批的无误是天性 而如果错批了善 那也是天意 那我就要问了 天地不仁 以万无为除狗 何来的有误误 又哪里来的什么天性 天意 天没有意思嘛 都除狗了 你想批就批 不想批便不批 管天什么事 好 眼归正传 咱是仲敬聊聊故事的结尾 聊聊怎么去西天极乐世界 首先你的右本护照 然后去南京西路103 唐墨林云至亲禅时 在围山禅时坐下三学 兴许是师父藏了必杀记 他苦秀三十年都出不了图 一日林云至亲禅时 在桃花下惊心 见桃花灼灼 一眼而舞蹈 平生一处 一时小邪 于是做祭约 三十年来寻剑客 几回落叶又抽职 自从一剑桃花后 直至如今 更不已 哪有什么升天 哪有什么重佛 无非是春开百花 秋上月 夏吹凉风 冬看雪 而已 至于判断善恶 说到底 那不过是个词汇游戏 小太子手里的剑便是善 统治托托王国便是善 这善子是个容器 里面可以装任何东西 美国展望周波的总编辑阿伯特 在他的自传里 记录了父亲的一句话 自古以来 凡哲学上和神学上的中论 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上的中论 后来阿伯特评论说 我父亲的话大抵是不错的 但我年纪越大 越感觉他老人的算术还点小错 其实 剩下的十分之一 也仍然只是名词上的中论 我觉得吧 阿伯特跟老阿伯特说的 大抵是不错的 但是 他们的定于使用 都不大准确 应该说 自古以来 凡中论 十分之九都是名词上的中论 剩下的十分之一 也仍然是名词上的中论 而这些各式各样 花枝招展的名词 都不过是权力的外衣 那么 问题来了 小王子是被谁忽悠权的呢 相信屏幕前的各位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